上个礼拜好像是变天周啊 从夏天交接到秋天 这个礼拜呢真的秋仪就中了很多了 那么秋高气爽是吃螃蟹的季节 但是今年吃螃蟹可能更贵咯 帝王蟹现在叫一只要什么快两万 连小小的大闸蟹也要两千块 昨天它的红薯裹上火粉 下锅油炸 拌上香料 就是一道香喷喷的烟酥蟹 不过秋天虽然美美 小大快螺蟹现在特要小心 因为一只蟹价格可不便宜 像这只足足3.6公斤的顶级帝王蟹 一般餐厅现在喊价一公斤六千元 算一算一只也要一万八 但如果到顶级餐厅价格更是贵得下人 一只甚至要价两万元 足足比六年前贵了一点五倍 对方大陆那边的食用量也是蛮大的 它的市场也蛮大的 所以说一般来讲 这个海产的话都比往年的高一点 不止进口蟹 贵桑桑本土大闸蟹 一只小小只有五六两 也要喊价两千元 但如果真的想吃蟹 又不想收荷包 不妨选择其他相较比较便宜的秋蟹 像是这只蟹膏饱满的处女蟹 一只九两重一千两百元 还有蟹黄多又肥美的大红蟹 一只只要一千二到一千六百元 处女蟹是我们在地的养殖的 所以说我们的取得方面是非常的容易 所以说在价钱方面是比一般的螃蟹还价钱低了 在台湾秋天吃蟹价格比过去涨了不少 现在由旅行社干脆打出来去大陆前塘江吃大闸蟹 就是希望让偷客能及时享受到秋蟹的飞美滋味 这一期为零一期展示 暂时小组台北采访报道